认识很多人后发现一点,所有的恩怨都是因为人和人太好引起的,靠得太近了就起了麻烦,然后就有恩恩怨怨了。一个家庭中,一个单位中,乃至朋友之中也是一样的,好起来时可以两人同穿一条裤子,分开后可以死都不见面。 因为彼此太好的缘故了,弘义大师在晚年时写了一首诗,君子之交其淡如水,只想而求知是千里,人和人的感情淡淡的就好,这样的关系能够维持得久,如果一只浓浓的,两人浓如蜜,就是要分开的时候,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事和任何人走得太近,都是一场灾难。 亲而有奸,密而有疏,和而不同,眉眉与共。有人说,人生如此必须有度,感情如面醉际越界,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,其实就是彼此尊重。 关系再好的两个人,若是相处起来,没有了边界,也会变成一场灾难。朋友如此,亲人如此,爱人更是如此。老子说大日试,试日远,远日返。 如果一只感情升温,一定会退温的,这是宇宙的规律,人和人适当的就要保持距离,对人且说三分话,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 这个距离体现在说话上,真的要少说话,话多了都是废话,没有任何用处的。 不管是夫妻之间也好,还是家庭中也好,适当的要保持距离,有了距离才有感情,和朋友之间保持一杯水的距离。 不知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小常识,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距离太阳大概1.5亿公里。 据专家分析,如果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再近1%,地球就会变成火焰山,瞬间生灵涂炭。 但如果再远3%,地球就是广寒宫,几乎所有生命都无法存活。 而现在,他们的距离是恰到好处的1.5亿公里。 这不远不近的距离,给我们带来了富饶的物产,宜人的气候。 让地球不像其他星球那样,荒芜孤独,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同样如此。 我们总觉得,朋友之间就要亲密无间,讨信讨废,同穿一条裤子,一个碗里吃饭才行。 但在你对待朋友,用尽了12分热情的时候,学会发现一些令自己失望的事情。 也许你今天告诉他的事情,他明天就说给了别人听,也许你精心帮他挑选的礼物,他明天就转手送给了别人。 也许你今天尽心竭力地帮助他,改天你遇到困难他,却不愿伸出援手。 所以,朋友之间再好,也不要不分你我。 一杯水就是你们之间最好的距离,走得太近,喜欢迁就别人,就容易受委屈。 有一些人心地善良老实,喜欢迁就别人,但是自己付出了那么多,却又得不到别人的关注,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,想要去迎合与取悦别人。 这样注定会很委屈,想起欢乐送三,终于初辉的妈妈。 于初辉把他备注成祥林嫂,就是因为他太爱诉苦了,他的妈妈在家里,总是想要迎合爷爷奶奶和父亲,他们却总是欺负妈妈,妈妈逆来顺受,自己却还是忍着,而又觉得很委屈,就只能找女儿于初辉倾诉了。 于初辉多次告诉妈妈,不要跟他们走得太近了,要妈妈出来跟自己住,不要再去照顾他们了。 他们根本就不把你当回事,只是把你当免费保姆,但是妈妈却不敢离开这个家,即使遭到了很多打骂,也一直忍着,人又何必这样为难自己呢? 你若自己都活得不清醒,别人又怎么会把你当回事呢? 你越是跟那些对你不好的人走得太近,渴望得到他们的好,就越对他们好。 反而他们只是觉得你傻,才会更加对你没有分寸,没有底线的欺负你,该远离的人就要远离,不怕翻脸,不怕得罪,反而你太没有脾气,太好说话了,日子就过反了。 不管多爱一个人,保持一步的距离,爱情就像一朵娇艳的玫瑰,具有神奇的魔力,让人驻足,想要得到。 有的人一旦遇到了爱情,就会不顾一切的投身其中,不计后果,也不会考虑太多。 但是这样往往到头来,最受伤害的是自己,太过亲近,将自己的一切都交付于对方。 一旦对方离你而去,你便一无所有,太过亲近,也容易让人觉得有压迫感,没有空间感。 而厌烦这样的相处状态,不管多爱一个人,保持一步的距离,这是安全的距离。 不管对自己,还是对这段关系,都是最妥当的安排。 这一步可进可退,可进是当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,爱情需要再进一步时,向前迈一步,能够让彼此感情升温。 那个时候,一切刚刚好,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和结果,而可退是未得圆满。 或许是彼此喝不来,或许是爱得不够,缘分不够时,能够让自己全身而退,不至于受过重的伤,爱一个人太过亲近,错误的决定,错误的感情匆匆升了温。 最后的结果,也一定是不尽如人意的,所以,在恰当的距离,顺其自然产生的情愫,才是最好,最温柔,也是最完美的结果。 四,人生如此必须有度。 著名心理学家伍志宏,提出了一个江湖逻辑的概念,所谓江湖逻辑,指的是一种粘稠的人际关系,就像江湖一样,混乱一团,你的就是我的,我的就是你的,不分彼此。 如果采用江湖逻辑来生活,就会使人与人之间走得太近,最终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,与江湖逻辑相对应的是边界意识,也就是界限感,简单理解就是,我是我你是你,我的事是我的事,你的事是你的事,只有避开江湖逻辑,强化边界意识。 做到孰步于局,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持久,朋友之间保持距离是尊重,亲人之间适度冷淡是真情,爱人之间留有空间才美丽,有句话说得好。 人生如此必须有度,感情如面醉迹越界,和任何人走得太近,都是一场灾难,与朋友们共勉,在这个做什么都要快的时代,我们往往太过于关注外界的声音和评价,不断地去迎合社会,而忽略了内心的声音和需要。 我们把自己困在了表面的交往和社交中,忽略了内在的修养和提升。 红衣法师曾说,独处是为了不陪他人演戏,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内心,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,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,不远不近的关系是和所有情感,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,都会是一场灾难。 人生如洗,戏如人生,我们每天都在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,常常需要面对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交场合,而且难免会遇到一些虚伪和假面剧。 我们总是沉浸在别人的戏码中,有时为了迎合他人,不断地失去自我,独处可以让我们远离这些虚伪和表面的交往,保持真实和纯粹的自我。 独处让我们有时间看清自己,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想法,看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,从而更好的在人际关系中做自己,这就是成长,这就是提升,我们不需要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。 我们需要的是做最好的自己,生活中,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琐事而争执不休,然而,这样的争执只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痛苦和不安。 红衣法师提倡不争,在某种程度上是放下内心的执着和渴望,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起伏和变化。 如果我们过于争强好胜,可能会失去内心的瓶颈,甚至导致内心的崩溃,在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和困难时,不争并不是放弃,而是不为外在的名利所动,将精力和时间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,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宁静。 当我们面对伤害我们的人或事实,最好的方式就是远离,因为这些人或事已经对我们的内心造成了伤害,继续纠缠只会让伤害更深,而远离是一种理智的选择,是对自己的尊重,是对生命的真实。 远离并不是逃避现实或者与他人完全切割,而是要学会保持一定的距离,与那些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和痛苦的人和事保持距离。 远离是对伤害者的鄙视,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和自爱,任何关系我们都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感,过于亲密的关系可能会带来摩擦和冲突,而过于疏远的关系则可能导致孤独和无助,不远不近的关系。 适合所有情感,这种关系既不会给彼此带来压力,也不会让彼此感到疏离,是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,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独立性。 我们就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困扰,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,人们常常为了追求表面的繁华和热闹而忽视了内心的需求,但其实,真正长久的关系并不是靠热闹来维持的,而是需要真正的理解,接纳和尊重。 如果我们能做到独处时不迷失自我,面对困难时不争不吵,遇到伤害时懂得远离,把握好与人相处的距离和界限,那么我们就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好关系,人生短暂。 我们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那些真正对我们有益的事情上,而不是在别人的眼光和评价中迷失自己。 独处可以让我们保持真实和纯粹的自我,不争可以让我们放下内心的执着和渴望,远离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,适度的距离可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和和谐。 红一法师提醒我们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冷静,以一种更加成熟和理智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关系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。 红一法师说过这样一句话,人与人走得太近是一场灾难,其实,咋一听这句话,很多人是会感到困惑的。 那亲人之间,爱人之间也不能走得太近吗? 其实,这样的一种近,并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物理上的距离,而是一种心灵之间的过度接近。 是啊,亲人之间走得太近,甚至连对方的手机都要查看,就显得过度关心,反而会引发家庭矛盾,朋友之间走得太近。 就会洞察对方的隐私,一旦有点不愉快,难免会冒犯对方的隐私来进行互相伤害,而真正看破红尘的人已经深谙这些道理,他们会对身边的这几个人变得薄情起来。 虽然想不到,不过事后一分析还是不无道理的。